Yo,Hello,是我,上美,没有认出来我吧,我弄了一个黑人的发型,如果你不知道我,我是上美,意大利女孩,不是非洲女孩,但是我弄了一个非洲人的发型,待会儿我会揭秘为什么做了这个发型,但是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本期视频的内容,这个周末准备出发了,去旅行两个星期,而且是一个片冒险性的旅行, 我准备去尼泊尔,因此呢,我只会两个星期拿着一个背包和一个手提箱,对,女孩子旅游两个星期可以只拿着一个手提箱子,所以本期视频的内容是分享一下收视力的过程,还有一些小技巧,本次旅行是抱了一个团,意大利有一个旅行是叫Aventura nel mondo,这是一个针对比较 年轻一点的人,年龄其实不是很重要,主要是喜欢冒险一点的旅行的人都可以参加了,因为我们会住一些朴素的酒店啊,会有一些爬山,因为尼泊尔是登山比较有名的一个目的地嘛, 所以这不是一个奢侈或者很舒服的旅行,因此呢,我就决定弄这个发型,我们来这个发型的话题吧,先说一下,有一些人喜欢,有一些人特别不喜欢, 我个人很喜欢,我觉得偶尔换一个发型也挺好的,但我做这个主要是为了方便,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卷发女孩嘛,那么卷发打理非常难,需要拿着很多很多的产品, 那么箱子没有什么太多的空间,所以看,如果我是正常的头发的话,我就需要拿着至少一个这么大的小包,放我所有的洗头发的产品,太多了太多了,肯定需要拿着我的戴森吹风机,还有这个东西,这个就是为了干卷发的, 然后一般卷发洗完了以后,需要拿着一个这样的毛巾,现在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,这个正常用洗发露洗一下,不用一个什么特别的吹风机来干,正常在这儿吹一下,然后让它自然干就好了,而且总是长得挺,我觉得挺酷的,还能弄成不同的发型啊,比如说, 嗯,眨起来啊,那么说完了这个头发的事情,咱们来看一下,我怎么收拾这个行李,关注我的人当中有很多喜欢旅行的,所以我相信这个视频的内容对你们能有帮助,如果喜欢的话,先提醒大家帮我点个赞,没有关注到我的话,请点关注,这样就能帮我的账号发展得更好。 首先,那天准备穿这些衣服,牛仔裤,一个短袖,还有这个,这个是Patagonia,灯伤比较好的那种毛绒的,因为上飞机,也比较冷,所以拿着这些舒服吧,我就会拿着这双鞋子, 这个是爬伤可以用的,但是薄薄的,防水的,因为是Gortex,所以这个每天能穿非常舒服,而且不难看,不像那个大的爬伤的靴子嘛,没那么厚,没那么重, 我拿什么样的凉鞋,先不给你们看,因为我的凉鞋都还在农村那个房子,我得先回去拿吧,但其他的我都已经准备好了,给你们看一下。 背包呢,我准备拿着一个这样的背包,比较简单,不是那种特别大,也不小吧,这个背包主要放卡,当然这个护照啊,里面还有一个这个照片,因为到那边就需要办签证, 然后很重要的,在尼泊尔有时候,如果是一个比较偏的地方,会断电嘛,所以为了充手机,还有在旅途上充手机,就拿着这个充电包,还有它的线嘛, 手机充电线,防晒霜,我每天都抹耳机,墨镜,钱包,唇膏,一个小围巾,一个放水用的, 热水,凉水都可以放着,然后就留点空间,因为我还会拿着这个比较薄的North Face鱼绒服,这个不是那个最后的, 因为尼泊尔现在不是很冷,但是晚上或者爬山的时候会稍微冷一点,其他时间基本上跟夏天的温度差不多,会将近27到30度白天, 这个不用的时候就可以,不占很多空间就放在这个背包里面,看,完全没有问题,所以背包是这个样子, 然后看一下手机箱子,好,看这个小技巧,我把我的GoPro放在这,这样两个手都可以用着,给你们看看我的箱子的内容,看一下,穿什么,啊,这是我的箱子,现在差不多准备好了, 首先看衣服,尼泊尔现在的温度算是跟夏季差不多,但是爬山的时候,或者晚上会温差比较大,所以如果冷的话,我可以穿一个这样的卫衣,一般都是这么存,这样,站的空间少, 而且不会有褶,而且不会有褶皱,然后我们会有几天的爬山活动,所以肯定得拿着这个爬山的衣服,或者像偏运动性的衣服,这是我的爬山的裤子,很薄,这个裤子也可以在这儿打开,脱的话,这样就会成为短裤, 接着也是爬山用的,打底的,这个保温的,穿袖嘛,这些东西都占空间不多,然后一二三,那种leggings,打底裤嘛,反正那种健身房用的,各种活动都可以使用的, 然后一个健身的短袖,看这个料子都是好洗,干得快,因为有可能如果出汗了,得在酒店里洗一洗, 这个也是爬山的,用的这个在迪卡罗买的这个短袖,在尼泊尔肩膀,如果是裸体的话,当地人会觉得没有礼貌不太好, 然后这是一个薄薄的防风衣,因为如果爬山的时候,温度很高的话,我现在不知道吧,如果温度高的话,就穿这个再加上一个短袖, 然后我准备衣服的时候,比较注意的事情就是,这些不同的下衣上衣的颜色都是可以互相搭配的嘛, 比如说,那去爬山有一个这个,一个这个,再套上一个这个,知道了吧,然后这是一个不是登山的长袖嘛, 如果天气冷的时候,比如说在城市里啊,如果我穿了一个短袖,在上面也可以套上一个这个长袖嘛, 稍微暖和一点,大概是这个逻辑,这些都是不会容易折皱的衣服啊, 然后这些是好看一点的衣服,在城市里啊,就是正常的做游浪,裤子非常舒服,又时尚, 然后这些是我新买的,我现在最喜欢的,一起搭配非常好看,而且薄薄的,热的时候穿的很舒服,裙子, 但是这些容易折皱嘛,所以我就会放在最后放在上面,出发当天,啊,对了尼泊尔,穿短裤也不太好, 所以穿这种长的裙子,或者这种长的裤子,比较合适嘛。 看到了这些,色彩都属于一个色彩板,然后跟我的鞋子比较好搭,色彩都基本上搭配好了。 最近我在一个短视频里面介绍了一下,最近我看了一个色彩分析师, 然后他跟我说我是属于这个秋季性的人,我适合穿这种暖色调的衣服啊。 接着看一下配饰嘛,这是爬山比较暖和的那种脖子穿的,不是好看的,就是为了爬山。 如果万一冷的话就穿这个,然后这个帽子,这个帽子我新买的是超浪的,但是爬山也非常合适啊。 这个也属于我的色彩板。爬山的时候如果刮风大,用这个要不然可以拿掉啊。 太阳可能会比较大,所以还是需要保护一下脸。 也需要拿着一个小包,在城市里面逛一逛,或者晚上出去吃饭的话,拿一个包,其他的时间都会拿着大背包,没办法。 然后包我就选了这个,这个也属于我的色彩板的小包。 在我们的小店铺里有,大家可以去查一下,连接就在这个视频下方的介绍区。 我装包的时候有一个小秘诀,就是这个包不是空的吗?但是它本身就占点空间。 所以我在里面也会放其他的东西,比如说,卫生巾这样,第一它不会被压了,第二,这个空间还是用到最大的程度上。 接着再看一下,包先搁着啊。 好好分开,尤其是内衣,内衣需要分开一下,这里面是胸罩,运动的胸罩。 当然,袜子,大概有六七套袜子,在当地也会简单的洗一下。 然后最后就会装内裤,当然。 这个是它手表的充电线。 这是一个转换头。去国外旅行一般都拿着一个。 这个是装鞋子。 目前我就发了这个在酒店里穿的这个拖鞋。 但也会装一双两鞋嘛。 我出去旅行的水衣。这个好可爱,我是在印第密西米买的。 如果更冷,我还可以穿刚才那个卫衣。 收拾的时候都是这么放。 这样就装这么多空间。 搁这儿。 然后呢,我出去旅行都会拿着一个这样的丝绸枕头套。 大家不好意思,这个有点折了,没办法。 反正都拿着旅行,所以折了无所谓啊。 但是这个就是为了保护我的头发,皮肤啊。 而且我不知道当地酒店的情况怎么样。 因为我们会住一些比较朴素的酒店。 不知道那个枕头套脏不脏。 出去旅行需要拿着一些简单的。 女人用品吧。 还有我的药,基本的药品都需要拿着。 万一出问题。 那个阿斯匹利安。 过敏药啊。 上厕所的药。 这些不是药吧。 就是一些保健品。 帮助我上厕所。 因为每次去旅行,不好上厕所吧。 嗯,还拿着一个这个。 装我的手机。 还有护照和一些钱。 在人挤的地方容易遇到小偷。 最后啊,比较重要的当然是我的护肤瓶。 啊,和化妆瓶。 还有一些这样的皮尖。 啊,化妆瓶我准备拿的不多。 而且我尽量拿着小的那种。 这是睫毛膏。 很多。 然后主要是护肤瓶,洗澡的用品,啥的。 啊,压线。 我没有这个就哪儿都不去啊。 牙线每天都得用啊。 然后这是另一个。 100SPF的反晒霜。 这个是身上也能用。 大家记得如果准备把箱子都不拖晕。 如果拿到飞机上,当然得不要超过100ml。 这个是75。 不拿大的东西。 然后这个是眼霜。 Clinic的面霜。 卸妆的。 这个是洗。 比较私密的地方。 女孩子需要的。 尽量就拿了那些。 不是液体的肥皂。 洗澡用的啊。 洗脸的。 压膏。 然后最后就压刷。 线和针。 然后手势就会拿一些非常简单的。 耳环。 我不会拿的很多。 因为这次旅行不是超美的那种旅行。 所以还是得适当拿东西吧。 主要是为了去享受,不是为了去拍照。 好了,以上就是我准备箱子的过程。 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喜欢旅游的小伙伴们吗? 欢迎到评论区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 接下来可能会有两个星期的时间。 我不发视频。 大家不要担心。 我就是在旅途当中。 回来了我就会正常发视频。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尼沃尔的旅行感不感兴趣。 因为跟我的账号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的。 但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个言。 我考虑考虑拍一期这个旅游vlog。 不知道吧。 祝我好运。 这也是可能第一次为了玩儿自己出去旅行。 参加一个陌生人的团。 之前都是为了工作才自己出去旅行。 那么喜欢我的话记得帮我点个赞还有关注我。 咱们五月份再见。 啊。 ciao, ciao。